大家好,我是风静 我现在在这地方是霍旭并幕呀 先说,它这个门票是75包含那个茂林,还有茂林博物馆 在这个霍旭并幕的前边,然后有两个石刻 一个是马踏匈奴,一个是月马 这边这个就是马踏匈奴 这个是马踏匈奴 也是霍旭并幕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石雕呀 它下边这个是个人养活着,拿着剑 这个就是月马,花岗岩雕刻的 就现在2000多年了吧 它这个上面的雕刻,这个系固还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1962年底的霍旭并幕的这个碑纹 它这个南北长是105米的 然后东西宽是73米 在这个霍旭并幕,零顶的地方,两边有这个当时霍旭并幕的这个石刻 哇,这个马,都是花岗岩雕的 这个是浮火 标的很细呀,这上面的这个虎的这个花纹 在霍旭并幕里边出土了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个石刻 这边是尖端门建了一条小道通往那个墨顶 上面还有一个亭子 哇,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霍旭并幕的墨顶啊 那边那排,那有四个墨,那就是陪葬墨 然后这边,那边就是茂陵,汉武帝的那个墨 卫青的墨就在这边,但是就说好像不开放 去并石 去并石 过去并生平世界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视频见